第一回合 第一题的抢答是五位数 乘五位数 三 二 一 开始 啊 好 我们看到徐六阳呢 已经按下了抢答器 我们说正确是最重要的 如果答错的话是要到code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吧 我们来看一下 四正确 五正确 三正确 来 八正确 四正确 九正确 八正确 三正确 四正确 最后一位数至关重要了 如果最后一位数对的话 六个星就归属于中国战队 来最后一位数是 四正确 好 好 石瓦的背影有这样 就转头吓到就是 怎么会有人比我快 好 我们来看一下石瓦林荫的摆 4538498347 我们也鼓励一下石瓦林荫 好 林荫可能 我觉得好像没有去年抢 我抢成功 可能对他的信心是有点挫折的 好 那么第二道题呢 是十一位数 除以六位数 准备好 三二一 开始 哦 十六开手 整一走 1801呢先抢答了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 一位 四队 六队 二队 五队 八正确 他好像突然间小了 十瓦要开挂了 第一组第三回合 六位数乘六位数 听我口令 三二一 开始 哇 零队 四队 七队 九队 九队 五队 三队 零队 七队 来零最后一位 来来 来来来来 球正确 恭喜 我们恭喜四八零一 卡维 日本战队赢得了八个星 现在的情况是 好我们也恭喜四八零一 你成为类子 好恭喜你 四八零一这个选手 是越战越远型 所以许多瑶在第一回合 领先于他 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 看到四八连班两题呢 我就觉得说 哇他这么厉害 那可能土雾真的不用出场 让这个小小的石华林 应来领先就可以了 接下来 我们请中国战队的 陈然染上挑战问题 请王小川为选手出题 陈然有点紧张了 陈然发现 1200因算的速度非常快 他就会紧张 好 两位选手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嗨 第二轮的第一回合的题目是 六位数乘七位数 九颗星 给我考虑 三 二 一 开始 哦 他没验算 别拍了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十三回数 陈然的答案是 开始 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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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对 二对 八对 零对 五对 一对 八对 来来来来 六对 七对 五对 来最后一位数 是不是零了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零上去 好 那么第二轮的第一回合啊 那么 然然然为中国战队呢 赢得了九颗星 我注意到然然在答题的时候 没有做验算 因为面对强大的对手 她还是做了战术上的调整 好 接下来的第二轮的第二回合的题目 是去年的最难的题目 七位数乘七位数 十颗星 两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嗨 好 准备好了 听我口令 三 二 一 挑战 开始 日本选手在大位数乘出上速度特别特别快 我没有根本没有验算的时间 所以我必须一次清算完就抢达 这样的话我对我自己的答案其实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我也是心里特别紧张 特别怕答案是错的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 二 四 十四位数 好 然然压力肯定很大 三对 四对 五对 一对 一对 七对 五对 九对 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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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五对 五对 对对对对 来 八对 十对 我们恭喜陈然然成为新的类似 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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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了解 十八零音的能力比去年相比的确有极大的提高 但即使这样陈然然还是连下两声 可见陈然然的确实力超群的 好 接下来呢 这个大家都知道日本队还有一位没有出场 那就是号称新算大地土屋鸿鸣 那么接下来是冉然手类成功呢 还是土屋鸿鸣 攻类成功呢就取决于第三回合 好 接下来请土屋鸿鸣上调单位 请国际评审为选手出题 第三轮第一回合是十六位数除以九位数 十二颗星 这是在以往的新算比赛当中没有出现过的 第三回合的题目其实跟去年相比 难度上了一个等级 所以人脑在计算这么难的题目的时候 很容易失误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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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 挑战 开始 呢 太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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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季 是否正确呢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七位数 我们来看一下图文明的答案 三正确 七正确 一正确 九正确 四正确 八正确 来 最后一个 五正确 图文明多快 图文明写两遍 我们恭喜图文明获得了十二核心 来 我们来看一下阮阮的答案 三七一九 四八五正确 好 那么胜败就在时间上面的毫里之间 现在两位请回到挑战位 第三轮的第二回合的题目是 七位数乘十位数 两个号乘一块了 这两位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好 请不通灵 三 二 一 挑战 开始 三 哎 心动还唱错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 17位数 2正确 7正确 4正确 2正确 4正确 5正确 8正确 8正确 6正确 2正确 0正确 6正确 7正确 7正确 4正确 7正确 2正确 好 我很开心 我其实很想抽过去抱他 因为他这么久没有做这样的练习跟比赛 但是还是颇有大将之风 接下来就进入到了非常重要的阶段 如果冉冉赢得了第三回合的胜利 这场的比赛就结束了 中国战队已经获胜了 如果图鸿鸣在这一轮当中获胜的话 那么情况变得复杂了 一比一占平 我们就要进入到了非常艰难的加湿阶段 好 两位请走上挑战位 那么第三轮的第三回合的题目是 18位数除以11位数 星数是14颗星 两位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三 二 一 挑战 开始 停下机 高低等 二 一 八 五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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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四 四 五 四 四 五 四 五 五 六 四 四 五 五 四 五 五 五 七 五 二 二 五 好 是一个七位数的答案 来 开始 七正确 五正确 六正确 一正确 导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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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正确 他写的是四 接下来 二正确 最后一位 三正确 好 我们掌声给两位前手 我们恭喜一下 宫铭 三正确 那么 第三组的第三回合呢 已经算了吧 那就意味着在前面两轮的比赛当中 中国战队对战 日本战队是一比一 战平 好 现在呢我们请 苏瓦林茵 我们也请许六阳到我身边来 谢谢 我好 谢谢 谢谢